大家好,欢迎来到娟子美食 有粉丝留言说,自己烙的花面饼总是肝硬不松软 今天我就分享一个最简单的做法 新手也可以做成功 首先在大盆中倒入160毫升纯牛奶 160毫升温水 4克酵母粉 10克白糖,促进酵母发酵 先搅拌至白糖融化 接着倒入500克面粉 加入6克食用盐 我给它这个比例,和好的面团偏软 新手操作的话,可以预留10毫升的水 先不要加完 搅成大面絮状,淋入15毫升食用油 再下手揉成面团 和面时加点油,能使烙好的饼更加柔软 中间多给面团揉一会儿 将这种光滑偏软的面团就行了 表面涂抹一层油,锁住水分 盖上盖子,形花到两倍大 现在室内温度高 半个小时,面团就花起来了 里面都是小气泡 晃在面板上,多揉搓一会儿 排出里面的气泡 然后分成六个相等的面剂 拿一个面剂充分地揉圆 用保鲜膜盖住,防止表皮干裂 然后拿出第一个鲜揉好的面团,压扁 擀成一个大圆饼 生配的厚度在0.5厘米就行了 直接放入预热好的电饼层中 选择大火先烙上一分钟 表面微微鼓泡,翻下面 再接着烙上一分钟 看一下饼子,受热均匀之后 就会鼓起大泡了 用大火烙子,也能锁住水分 不容易流失 烙好的大饼松软不硬 出锅以后,在表面刷一层融化好的黄油 再撒一点辣椒面 切好的葱花 这一步也可以把葱花换成香菜碎 咱们的花面饼就做好了 看一下饼子很柔软 里面还都是空心的 也是一种少油健康的吃法 老公说不要配菜都能吃上两张 松软好消化 按照我这个方法 你也可以做成功哦 我是娟子 咱们下期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